英國大陸財政論壇 本次英國大陸財政論壇將就此話題 進行深入探討 下面請給我介紹一下 今天要發表表演講的嘉賓 他們分別是 英國四陸的投資公司中國總裁 高曹森先生 大家歡迎 唐偉珍金融集團董事長 加拿大投資專家唐偉珍先生 大家歡迎 我們還有一位演講嘉賓 是中國銀行金融公司董事 詹寧先生 但因為他目前很多入產 正在改革的途中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介紹 下面我們將請出 唐偉珍金融集團董事長 唐偉珍先生 唐偉珍是加拿大投資和財富的管理專家 經濟人老出版勝出版華人製作 新夢我的巴菲特財富之路 作者 也是中期年華人具有實力和影響的人之一 台灣華人合夥人和公司總裁 我們有請 唐偉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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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昌先生 沒有ishlove 副孟醫生 今回想的是 貸款我是深有機會 但是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我就想看我們在投資方面 這個一般是沒有 所有的投資基本上都受到這種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多年的投資活動中 對這個東西已經見到不怪 所以說能夠避免這種貢獻 這次最近呢 剛才幾位前一位 就是教授 也是國內經理人士 我呢就是對這個美聯局的主席 布奈克這次檢修 就挽救了這個經濟這個市場的行動 我有非常不一樣的看法 其實它是一種恐慌 其實它加速了維持的變化 使得本來市場是應該有時間 如果是國內市版的話 再路的話呢 這個本來會有時間 讓這個市場消化這樣的一個問題 而現在這樣問題呢 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學者性的處理方法 所以我來使得這個市場 大家全世界都混亂 當然大家也看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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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銀行他說問題不夠嚴重 而英國銀行他說要不要要 要這麼做嗎 其實它我不想 它這次來就犯了幾個錯誤 本來的第一個錯誤就是說 對吧 它 對這個 對這個市場呢 並不是很瞭解 它是一個學者性的 主持 所以對處理問題呢 這個非常匆忙 恐慌 緊張 所以造成大家平時緊張 這就是剛才我們大家的研究了 就是為什麼 金融市場在同一個時間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小盖的時間 同時發展 就是這樣一個原因 第二 因為 因為 我們在海外投資 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赤字代表的原因呢 歷史是一個原因 很大的時候 你要知道 美國的股市 納斯達的指數 在2000年的時候 崩潰 然後到2001年的時候 911一發生 人們這些股市 感到肚聚 紛紛投資房地產 而房地產呢 銀行更好 還有投行 想盡一切辦法 滿足投資人的需要 所以的話呢 就造成了房屋的泡沫 更關鍵的是房屋價格的泡沫 剛才我們都是講歷史 根斯丹ese的縣盖 間階的樹子ー 使得房屋的價格的 不斷上漲 submission 後來房屋的石套 上調的時候 其實是房屋的價格 大少的下降 人們不是負不起 高脾金 這個是小謝chan 其實本來已經 造出了嚴重的法律 所以使得投資分控成出巨大的貨幣 就是房價的貨幣 美國的銀行和投資都是一直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問題我在2003年2005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很清楚這個泡沫遲早是要發生的 其實我們在這個市場的赤字貸款 在Planet之前 解歷史之前 去年我在我的貨幣上一直說 赤字貸款再不再的調整並且是一個很慢的過程 Planet以後這個赤字貸款的調整是一個非常具體的過程 所以這樣子加著的恐慌性和威力感 並且最後就是導致了自己面子斷絕 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沒什麼很多真正的 就是講這個事情 第二個就是講我們 其實我想今天大家在這個論壇 我們參與三個論壇 我們最後有什麼收穫 可以留下什麼意見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就是投資的 投資的貨幣是為了營利 就是為了這個財富 所以我對這個美國的赤字貸款呢 就是說輕輕的經歷 也就是這樣 但是呢 我就是講 這個美國的赤字貸款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我就是講這個問題 現在對我們來講呢 美國 剛才大家也看過 在1929年的時候以後 一直大的危機 現在又有了另外一個危機 在投資美國的 因為我印象剛好的 這個銀行金融業 因為它是領頭的貨幣 在投資裡面 從來沒有 像 基本上百年那幾年 現在是 2008年 它這個是1929年 所以這裡投資銀行 從來就沒有 這麼好的機會 因為 特別是美國銀行 美國銀行 這次因為赤字貸款 美國的赤字貸款危機 是美國的銀行 國本的支持 泡沫消息了 上萬億 每年 對吧 所以我們來 這次有機會 我們不知道 好 現在 美國的銀行的股票 是不是 到了幾億 但有一點我們知道 它在幾個 對吧 就是 極性的幾個 周圍 因為我們可能要 對吧 知道 究竟的 絕對幾個幾個 當然 很多人知道 市場是不可預測 我就是 別人預測市場 我們是 我們是 有一點 你是長線還是短線 從強詞來講 美國銀行的 投資 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 每個銀行因為有問題 大家知道 當然 投資 就是在 恐慌的時候 對吧 買 這個銀行的股票才便宜 對吧 大家都要的時候 像去年 增值中國的股票 去年的太陽 每個人都告訴我們 這個增值股票 要買 哪個股票 我是理解會不動性的 今年很多人都叫人總辭 六次 對吧 大家都不敢買股票 我認為 這個 就是事情 我講的東西 是很實在 因為沒有很多的 因為我講的 是一件幾年 賺錢的方式 怎麼樣 能夠 使大家 得到更多的 利益 使大家有富裕 其實呢 我把我 在 二十 就是十多年的 北美 投資經驗 因為北美實際發達 現在這個時間 比較簡單 我就會多說 但是有一個好趣 這個十多年 今天 全學的 可以去 過別的問題 來問 我們今天 太陽日子 沒有很多時間 來詳細 給大家探討 這個投資的問題 其實呢 我是想 投資的 對觀眾也是 靠智慧 不是靠近視 也不是靠真視 謝謝大家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將進入一個 驚天論堂的最後一個房間 就是提問的廣節 那有請三位嘉賓上來就坐 如果現場的各位觀眾對剛才各位嘉賓的演講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舉手示意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把話題給您 好 現在可以開始了 好 那邊還有兩次 喂 您好 我要請問一下高總 就是現在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建國啊 就是 大概改革開放三十來年了 然後 我們從來都沒有像今天看到過 這麼多的問題 包括國家的成長 包括這個股市暴漲暴跌 再包括深圳 尤其深圳 還有上海北京的這個房地產的暴漲暴跌 就是現在我們怎麼感覺到這個 國家的這個叫做經濟方面的問題 現在越來越多了 那麼會不會 就是很容易現在給人聯想起八九年的那個 日本的這個經濟危機 那麼我想請問這個高總 就是我們國家會不會出現類似的問題 或類似的現象 然後如果有的話 那麼作為一般的投資人 我們應該怎麼面對這個 我覺得這個您提的很好 大家都在關注中國會不會重找 八十年來日本的炮火危機 應該說呢 很多人呢 會從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覺得今天的中國 與八十年來日本何其相似乃爾 因爲從很多地 從這個匯率上的這個上漲 由我剛才提到的 從八四年開始日圓的不斷的升職 第二呢 日本的房市 就是房地產和樓市在同步增長 那麼在中國呢 應該說呢 不論是股市也好 還是從這個樓市也好 過去的那種 應該說也基本上 在走到同一條路 那這樣呢 很多人會發出一種聯想 就中國會不會也會 除了一個救治 但實際上我覺得 你要考慮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 這是你可以談到很多國家 韓國也好 台灣也好 這是當然講 中國在台灣啊 然後包括日本一些 但實際上任何的一個市場 在它發生當地發生危機的時候 市場都是公開的 什麼意思呢 貨幣就是自由兌換 而在中國呢 今天實際上來講呢 貨幣不是一個自由兌換 這實際上你看不完 其實你不能自由兌換嗎 可是這一個造成一個 本質上的差別 本質上的差別 是一個資本對價 資本對價 體現在貨幣 並且體現在武士對價 體現在樓市對價 舉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水應該是往B處走的 對不對 可是有人會問 為什麽水扣裂的水 會比水扣外的水高那麼多呢 它為什麽不往一處走呢 很明顯 現在已經有一個大罷子 沒有那個罷子 你看水是要怎麼去 那麼對中國同樣的道理 那麼人民幣貨幣不能自由兌換 就是這樣一個所的罷子 所以正是因為這個罷子存在 所以很多國際上 一些過去一些案例 在今天的中國來用的是這樣 都不完全適用 就是因為呢 這個罷子存在 因為中國我覺得 至少的內在路面 真的不會拆除這個罷子 這樣的問題是什麽 就是我希望政府有一定的 控制力來決定 這個使我的系統 相對來說是一個封閉 不太容易受到外地的影響 那麼中國的市場應該說 隨著這幾年的 隨著這過去二十年三十年的發展 應該說越來 應該是朝著進步的方向走 但是我剛才也提到 任何一個市場 逐漸完善之後 必然會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這個挑戰 體身在比方說 金融市場上走在證券化 體身在金融體系的完備 體現的衍生產品 這些遊戲都應該是 對中國監管這個角色的人 來去投資 用新的挑戰 換句話說 可以說是老革命 遇到了新的地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實際上呢 是在懷疑就有長期投資 究竟是否有效 但是從中國的情況來講 你說 你不能預測 短期的市場成效 但是呢 作為投資人 應該考慮的是 比如說 考慮是一個長期股 你對中國的長期發展 有沒有信心 因為從股市來講 它不是經濟的情緒標 從短期來講不是 從短期來講 股市是投資人情緒的情緒標 但從長期來講 故事應當是經濟的情緒標 所以從這方面 如果對中國的經濟充滿信心 當然應該對中國故事的未來 也同樣的充滿信心 好 謝謝 非常感謝 我再次來講解答 那我想 因為剛才有一時間關係 曾經先生 沒有來得及展開 我想曾經先生 對這個話題 是否也有一定的看法 謝謝 我覺得中國現在跟日本的人差得很遠 中國如果能達到當時日本的狀態 我覺得中國人民已經進入了誇大社會 現在差得很遠 從各個角度看來 就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 一次出現經濟的理直 不過以前 大家沒有很注意 自己能有錢在裡面 沒有股市 中國現在從槓桿上來講 就從每個角度看 都不會進入那種狀態 看著通脹 通脹一般的社會的歷史經驗 通脹為什麼不好 很多人想不清 但實現這種通脹導致社會通脹 1989年就是通脹 不是別的事 通脹導致社會通脹 所以現在我給大家的建議 我給通脹的建議 不惜一切代價打通脹 因為如果不打通脹 今天德國且過 過幾天會很大 所以中國的問題都是一個問題 實際上都是來自於一件事 所以宏觀政策 宏觀政策 宏觀政策這樣的一個 一個前幾年的一個失誤 就是人物 人物離開生殖的時候沒有生殖 我覺得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如果早生不如大漾 早這樣不至於到今天 但是這個調整也需要時間 所以呢 從 我也不想看 太展開了這一個話題 就是一兩個小時下去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現在跟日本 不可同仁而言 不可能到那時候 中國的槓盤也沒有高 中國的房子 中國的房子 首付平均要求百分之三十 房價跌百分之三十 才會傷害人 當然還有一個 就是日本在股市暴跌的時候 繼續提供力 而在金融體系出現崩潰的 中國現在金融體系很健康 很健全 不會 我短期間也看不到 還有一個中國現在國家的財政資源特別大 即使出現金融風險 中國政府輕易可以救市 不過不是救市 救市不應該 我覺得救市多數不應該 不應該干預 但是要救金融體系 金融體系 雖然系統風險一定要救 中國現在遠達不到那個程度 差太遠 中國人民幣才升了多少 日本日本二戰之後定在人民幣1.500 現在1.100 升了5倍 所以我要沒想 我在那個文章那些 人民幣我預計到2011年幣我達到1.4 而在10到15年之後我達到1.2 這是我的目標 好 好 謝謝 那接下來請問 請問 請問張琪先生 剛才幾位都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通脏無油市 對象我們說的是不明了 一個是這個話題 另外的話題 就是現實中國的CDI指數 還有目前所謂一些貨物 比如說像一些延長的貨物 比如說像一些延長的貨物 現在目前來過 就出現了一些短接 那麼已經是路上的前兆了 那麼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就是這樣 以油市 那推論 那是咱們的股市 那是牛市呢 還是走入城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有種說法 很多人作為奧運會 作為咱們這個 一個分水品 那認為什麼股市 很多 那顏色很多那種 不管是它是官方的 還是就是說 一種那個 從網絡上的 那麼就是說 一時推論 奧運會 是作為咱們那種 熊市和牛市的一個分水品 那這兩個問題 您怎麼看 第一個實際上是那個 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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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第一個 不是沒有通脹 中國通脹也很高 我 我也有一個心理通脹 我的心理通脹 也不是CPI 超過百分十 在去年年比 超過百分十 因為它統計的方法不一樣 我所看的東西 我的心理通脹 這個數字 是看的 橫開的看 並不是說 豬肉和雞蛋的問題 絕對不是豬肉和雞蛋的事 第一個 因為 中國的這個通脹 我剛才講的 就供給跟不上 你任何產品都需要供給 供給 供給是沒有的 基金業 從 兩年漲到十倍 基金經理和分學員 都是速成的 這也是通脹 保姆 都說 勞工生產給提高 我所見到的保姆 鋼鋼鋼鑫層 莫名其妙 去年 不是莫名其妙 是人類該長先 去年一年長得百分五十 通脹已經很高了 在這個局面 看奥運是 奥運就是说 本來應該更緊縮的政策 由於奥運沒有緊縮 後果可能更嚴重 而現在的干預 我 我並不是說 反對救世 我認為救世沒用 救世短期有功 長期是沒用的 如果有用的話 2005年 不会到一千年 我们从一千五一千三一千九 就开始救了 救不动了 因为为什么 就是现在乱想救世 最唯一的能够从根本上救世的方法是什么呢 用财政的钱去买股票 变成赢付基金 那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别的都没有用 因为你们自己的钱是进是出 他照顾再能用 他可以没有经营公司 今天都满仓 你家不赎毁吧 对不对 就是说市场的方法是最后有用的 我们不是说九锦棱和胡说对的讨断 因为没有意义 因为救也没有 可能是短期跑一些人的事 最终受骗来的鼓民 我觉得鼓民也不要说 因为很多体表面上看的现象和实际上